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五月受邀访台高喊抗中言论 被外交部视为机密的天价演讲费大曝光 特拉斯光开口来台演讲费用就高达台币320万 加上机票住宿费用大约42万 连同交通餐饮花费合计将近400万台币 全部由远景基金会跟外交部买单 其实远景基金会它基本上就是外交部的白手套 因为它很多的这个 它的基金是来自于外交部的捐赠 其实真正出钱的就是我们纳税人 在台湾什么东西都是机密 但是到了别的国家就什么都不是机密 全部到底撒了多少钱 外交部自己不是签约方不方便透露 但远景基金会去年邀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欧访台演讲费用超过台币450万 在一党炮轰从蓬佩欧到特拉斯 还不都是全民买单 所谓外交部外围组织 常常他们就利用所谓民间基金会 但是算下来还是纳税人的钱 有没有私底下这样实相的授受 请他来花这么多钱 效果是什么 让你做大内宣而已 蔡政府狂花钱请抗中民将来台 但看看世界各国 不管是美国或欧洲 都在缓和与大陆间的关系 蓝伟红蔡政府大撒币搞大外宣 搞过头却换来两岸兵凶战危 国际上的现实 那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 要跟中国道路拉近关系 只有台湾政府不断地要恶化两岸的关系 花了大笔的钞票找了国外的政治人物 对台湾的实质帮助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要彰显台湾的抗中保台 而反而造成台海之间的兵凶战危 那请问一下所谓何来 蓝军炮轰蔡政府拿人民血汗钱 大撒币找国外抗中民将来台 就怕破坏台海和平的代价 最后还是得由全国百姓共同扛起 记者黄义军王正台北采访报道